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们本场活动的第三个阶段 生态 生活 人物杂志2017年度人物面孔 长期致力于环保宣传 热心工艺 曾作为青年领袖代表 参与联合国全球工艺行动 为生命呐喊 2018年4月 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任命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掌声有请 李雪剑 桃红 王俊凯 好 朋友们 赵文以热烈的掌声有请 李雪剑 桃红 王俊凯 请三位入座 首先呢 我们非常欢迎三位的到来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叫做生态 生活 那么请三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你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有哪一些身体力行的保护环境的一些故事呢 这个嘉宾 他的人气是相当的旺啊 我问一下 先程有没有王俊凯的粉丝在哪里 王俊凯呢 不仅是一名青年偶像 更是一名青年榜样 在今年的四月份 我知道俊凯 你是联合国 亲善环境署 命名为亲善大使 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大使 那么想问你 你觉得联合国环境署 为什么选择你作为亲善大使呢 首先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青年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我觉得青年人呢 在这个社会上他有着不可或缺的一种活跃性 也是一种积极性 他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改变 那么我们青年人更要有这样一个环境保护的意识 这样一个责任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环境保护这样一个事情 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想的 哇 环境保护 我可以做些什么 好像我并不能参与什么 其实我觉得曹红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其实就是从自己的身边小事做起 希望大家就是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也就是说平常比如说像我现在会尽量去减少一些塑料制品的去使用 可能我出门的时候我会尽量带一个保温杯 我不会去用那些一次性的杯子 然后呢在外面餐馆吃饭 我可能也会尽少去使用一次性的筷子 那这些塑料制品其实是对环境有非常大的污染的 所以对于大家来说环境保护其实就是从自己身边小事做起 然后日积月累 从你慢慢影响到另外一批人 然后再影响到大家到整个社会 对环境保护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非常美好 那我们的家园也会变得非常的美好 真棒啊 我想呢我们粉丝知道王俊凯得到亲善大事这个头衔 一定是很高兴的 那么王俊凯我也想问一下你 当你知道你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之后 是什么心情 首先肯定是非常荣幸的 因为亲善大事嘛 只觉得自己就是似乎有这样一个责任去倡导 去和大家一起去传播环境保护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呢我觉得就像习大大也说过一句话叫做 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 像保护去对待自己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 我觉得我的责任其实不在于说我做了多么高大上的事情 而在于我有没有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有没有去倡导大家去传播 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意识去好好保护环境 那么你也给粉丝分享一下 下一阶段你的工作以及职责作为亲善大使有哪些呢 之后呢要去吉林浑春去东北野生湖的一个基地 因为当时我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活动叫做为生命呐喊 当时给到我一个数据是说全球的野生老虎的数量只有三千多只了 我觉得我会觉得哇这就是太震惊了 因为就没想到老虎以前会成为一个冰威的物种 会让我有一种就是 这样一种保护这样的一些冰威物种的一些动物是迫在眉睫的一种事情 对非常紧迫 所以这次去去到吉林这个基地呢 也是想看看那些一线的巡护员他们的工作状态 其实那个基地的东北的野生物也是非常的少 那么他们呢通过一些防止盗猎或者说因为一些盗猎受伤的一些老虎 他们会去为那些受伤的老虎或者说是那些刚出生的一些小老虎做一些帮助 而不是说去圈养他们 他们只是为他们打造一个很好的生存环境一个栖息地 那么据我所知他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行为 让那里的老虎呢有更多的一些生存率 好 我们谢谢王俊凯 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不论是王俊凯 陶红 还是我们李雪剑老师 都来自于不同时代堪称是我们时代的榜样 那么最后我想请三位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能不能给你们自己同时代的人一些有关于环境保护的倡议呢 王俊凯呢 我想说的是因为这个时代 带给我们很多东西 带给我们很多科技上的便利 那像我们现在青年人就是享受着这一方面的一些便利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科技带来一些好处 其实在一些环境上面其实它也会带来污染 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样一个意识 就是有一句俗话叫做 应该是这样讲的 叫罗马不是一个人建床的 我觉得环境问题也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只要大家秉持着这样一个信念 环境保护其实就是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持之以恒从身边小时做起 那么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 包括可能说我们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都会变得特别的好特别的美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也提议我们台下的各位粉丝我们的观众 再次为我们台上的三位偶像鼓掌点赞 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 也希望三位借由偶像的力量 能够让更多的人让环保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好 让我们有请各位嘉宾宣读倡议书 地球是人类共有的家园 生态星则文明星 生态衰则文明衰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共同保护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 维护能源 资源 资源 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绿色家园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是人类共同的梦想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的去保护生态环境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 让我们生态之美 永驻人间 还自然以宁静 和谐美丽 为此我们倡议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真爱地球 热爱自然 共同福建 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 华美篇章 共同拥抱 生态文明 新时代 好 你让我们感谢各位嘉宾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